一年前在忠良乡千嘴国校设置数学翻转教室的财中市南区福伦社 这次又再次结合八个地区的福伦社进行橡胶产业创新发展计划 就是希望地方产业能够蓬勃发展 橡胶产业的创新发展计划 也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地区的奖助金 以及包括透过我们所有福伦社有的帮忙 能够让我们这个地区的橡胶产业能够再有更创新的一些产品研发等等 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蓬勃发展 实际上我们有对清水国小以及永乐国小两个学校提供这个设备 就是橡胶的熟成设备 希望能够说这个对橡胶产业能够有所帮助 所以我们是提供橡胶的熟成设备都是全新的 本次计划溢注了40万 在校园设置橡胶产业翻转教室 以及橡胶产业体验园区等教育环境 让学童能够思考家乡产业发展与未来 南区福伦社今年特别成立了RCC社区服务团 这个团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除了学校在教育方面能够创新推展地方产业之外 社区的人地方的人士也能够共同来加强支持 来support这个计划 让后续这个计划能够永续发展 让橡胶产业不只是教育的创新 而且是一个永续产业的创新跟发展 一连串的作为 那结合大家力量来让产业提升 长期协助清水国小的台中市南区福伦社 希望透过计划能够让学校与地方产业结合 建立学校特色带动产业发展 我们福伦社这种民非常用心 准备到工具 让我们这些学生孩子了解 提供到我们清水国小 我们学子能够好好来使用国家了解 这一方面是从根扎起 让我们了解我们在地的文化是什么 能够好好来运用 学校是要教导学生 要懂得来发挥我们在地的东西 要有什么东西都塞出来 希望透过产业教室的设置 让学校运用创意多元教学 期许学生除了在整体能力的提升之外 未来透过家乡产业培育 找出创新的狼海策略 接着六圣中疗采访报导 以后掌握能力的提升之后 再加入国家的课程